乔峰经历过姓子林事件后 变成了肖峰 虽只有一字之差 但江湖地位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马夫人的指认下 乔峰成了一族败类 迫于压力 主动卸任 曾经的好兄弟中 只有执法长老白是尽一个人肯维护乔峰 本帮生育日楼 仁仁君知事乔帮主主持之功 乔帮主代人仁义 出事公园 咱们大伙拥戴上来不及 为什么居然有人诸油蒙了心 惊慧起义叛乱 看起来依正词言 体面无私的执法长老 其实根付帮主一双康民早有私情 但他主动维护乔峰的举动 收割了该帮兄弟的一大波好感 吃人嘴短 男人手短 白是竟与康民一起吃过月饼 还想继续力挺乔峰 没那么容易 白长老 本帮帮归如山 若是白长老犯了帮归 那便如何 执法长老白是竟脸上肌肉微微移动 令人道 执法犯法 罪嫁一等 马夫人一番敲山正虎的质疑 堵住了白是竟的嘴 再续招牢 智光大师 谭公 谭婆 善政等人的执任下 证实了乔峰士气丹人的事实 结合前任帮主汪剑通留下的遗书 以及现场留下的扇子 种种线索证明 害死父帮主马大元的凶手就是乔峰本尊 查明真相的唯一线索 就是遗书中提到的带头大哥 找到那个人 乔峰的身世之谜就能水落石出 为了救出神秘的带头大哥 乔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授业恩师悬苦 养父母先后遇害 知情者一个接一个的遇难 马夫人成了最后的突破口 精通一容术的阿珠 乔庄改办成白是竟 希望从马夫人那里查出谁是带头大哥 策划方案确实很巧妙 可惜阿珠毕竟不是白是竟 栽在月饼的暗号上 得到了错误的信息 却听得他轻轻叹了口气 说道 天上的月亮这样圆 有这样白 只听阿珠道 到了十五 月亮自然又圆又亮 哎 只可惜马兄弟却再也见不到了 马夫人道 你爱吃咸的月饼 还是甜的 当乔峰把目标锁定为段正纯时 上演了一出无可避免的悲剧 塞上鸟羊空许约 竹判斌云有旧萌 不仅认错了带头大哥 更意外的是 康敏跟段正纯之间 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恋情 段正纯与康敏约会 中了十乡民浑散 躲在暗处的乔峰 终于扎明两马大元遇害的真相 想当初 洛阳花会上 乔峰在人群中少看了马夫人一眼 让对方耿耿于怀 无意中发现了马大元收藏的遗书 康敏挑唆老公陷害乔峰被拒绝 便四处联络寻找盟友 白世静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拜倒在康敏十六群下的白世静 不惜出手暗害马大元 但宁可自杀也不愿陷害乔峰 要对付乔峰 康敏还得找别的帮手 我叫白世静出头揭露你的身世秘密 呸 这老家伙居然跟你讲一起 给我逼得很了 拿起刀子来要自尽 好了 我便放他一马 找上了全关清这死样活气的家伙 老囊料想 单凭全关清这家伙一人 可搬你不倒 于是再去找徐长老出面 白世静 全关清 徐长老三人 构成了暗害马大元 扳倒乔峰的主力阵容 康敏以美貌为诱饵 实现了陷害乔峰的险恶目的 还原一下陷害乔峰的全过程 白世静有史之中都难辞其咎 但他在杏子林中为何还要维护乔峰 简单说起来 白世静维护乔峰不过是为了维持自己铁面无私的人设 从暗害马大元开始 白世静便一直躲在幕后 由权关清 徐长老出面指认乔峰 他就没有抛头露面充当恶人的必要了 赶走乔峰只是第一步 除掉退居二线的徐长老 嫁祸乔峰是整个计划中的关键环节 如果不是假扮乔峰马大元的鬼魂 又得断正纯在旁一言语助阵 使得白世静和马夫人心中慌乱 吐露了马大元生死的真相 该帮中人依然会把白世静当成铁面无私的好汉 查明真相 自证清白的乔峰对所谓的大义有了一番深刻的认识 虽然没能找到带头大哥 却间接消除了他对绅士的看法 谁的武功强 谁就是对的 谁武功不行 谁就错了 这跟猛虎豺狼有什么分别 只因我是契丹人 什么罪名都可加在我头上 不管我有没有犯了这些罪行 如此颠倒黑白 这大义当真狗屁之急 表面看起来铁骨铮铮的白世静 凭演技骗过了所有人 跟康明早有私情的执法长老 在姓子林维护乔峰 只是一场歌人秀而已 在天龙八部里面 要说和肖峰关系最好的人 莫过于白世静 在姓子林中 盖帮宋熙成无私大长老 联手反肖峰 只有白世静一人力挺肖峰 而白世静是盖帮传公 执法两位长老中的执法长老 执法向来公正无私 不逊私情 所以在帮中地位很高 有了白世静的支持 肖峰在姓子林中才能称道 皆是他绅士的各路人马出现 要不然早就被其他人直接拿下了 但说起来 白世静应该是该帮里面最早与康明有私情的人 甚至连马大元都是死于白世静之手 当然马大元在被杀之前已经中了毒 没了还手之力 否则以白世静的实力自然是杀不了马大元 更不可能把死因为造成所侯情拿手 嫁祸给一笔之道还施笔身的南慕容 也就不可能出现肖峰为慕容妇辩护就被人说是袒护胡人的局面了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早就与康明有私情的人 居然在大家面前一一维护肖峰 在姓子林维护肖峰就算了 后来再具贤妆 肖峰和旧使好友喝断一酒时 肖峰觉得自己难得逃出生天 还将阿珠的性命交给白世静 说请白世静一定要求得薛木华救阿珠 白世静也不含糊 不仅答应了肖峰的请求 还真的用自己其招缠私情拿手换得薛木华一只阿珠 对肖峰 白世静真可谓意气深重 在姓子林 康明曾经威逼过白世静 说如果有人知法犯法该当如何 众人都当康明是说别人 但只有白世静知道康明是在说他 然而 白世静即使已经走到那一步 还是不肯帮助康明对付肖峰 康明在死之前 也对肖峰说过 他让白世静帮忙对付肖峰 白世静死活不肯 所以他才找全官亲的 全官亲和康明可以说是相互利用 而且全官亲得力可以说更大 真说起来 康明绝对是心里有问题 他曾经跟段正纯小时候的事情 说自己的性格是 喜欢一样东西就一定要得到他 否则就要毁掉让别人也休想得到 于是 康明喜欢林家姐姐的花衣 自己得不到直接就把人家的花衣剪成一条条 怎么都缝起来 他看中了肖峰又得不到肖峰 就想办法要让肖峰身败名列成为丧家之犬 他想当大理阵男王妃 却又达不到目的 就在段正纯的酒里下毒 然后说要把段正纯身上的肉一块块咬下来 而在这些事情当中 康明牺牲最大的无疑是害肖峰这件事情 自己牺牲了色相 却几乎没有得到什么 从康明在肖峰面前回忆白痴静能线的全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 从本质上来讲 白痴静不是为一个义气深重的好汉子 只不过真的走错了一条路 从白痴静面对段正纯实的行为 我们其实还可以这么理解 白痴静看到康明和段正纯之间的事情 他在吃醋 所以上去就把段正纯的关节给卸了 或许 白痴静虽然受到康明的勾引 实际上他也是真的喜欢康明 想将他据为己有 在三连版里 白痴静可以说只是一个不小心行差踏错的人 可是在心修版里 金庸先生居然让白痴静在争风吃醋中杀了该帮地位崇高的徐长老 这应该算是白痴静的一个污点 所以 还是那句话 人呢还是要学会控制好自己的欲望 一旦放纵了 行差踏错就会让自己跌入无底深渊 套用一句话 出来混 迟早都要还的 做错的事情 总会付出代价 而有些代价就有可能是自己的生命 说起天龙八部中的女性角色 可能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王雨嫣 阿珠 李秋水 孟姑 阿碧等人 这些人虽然有的武艺高强 有的容貌绝佳 但是说到底 都是一些凡俗女子 成不了什么气候 这部书当中 真正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女人 其实是马大元的妻子康明 康明这个人 表面欲结冰青 实则艳媚入骨 极度诚信 心狠手辣 他的身份很复杂 既是盖帮父帮主马大元的妻子 又是大理国镇男王段正纯的情人 还与白世敬 全官清等武林人士有私情 后来 他又看上了盖帮主乔峰 那何乔峰从未正眼看过他 康明却千方百计 不择手段想要得到乔峰 原文道 那天百花会中 我在那白牡丹旁这么一站 会中的英雄好汉 哪一个不像我呆望 哪一个不是神魂颠倒地瞧着我 天生你这家伙 竟然正眼也不像我瞧上一眼 倘若你当真没见到我 那也罢了 我也不怪你 你明明见到我的 可就是视而不见 眼光在我脸上裂过 居然没停留片刻 就当我跟庸之俗粉 没丝毫分别 从这段话来看 似乎康明对于乔峰的恨意 是因为乔峰不在乎他 他自认为举世无双的美貌 在乔峰那里没得到好的反馈 因此自尊心受到了挫折 所以 康明非要报复乔峰不可 这一点 似乎也可以和康明所说的 他小时候得不到漂亮衣服 所以就要把别的女孩的新衣服 剪碎相印证 虽然 康明确实是一个心理变态的人物 但是 如果他仅仅是心理变态 怎么可能成就那么多的事情呢 书中说 丐帮富帮主马大元 是一个平庸人物 但是 当时的丐帮正处于鼎盛时期 帮那时数万弟子 能坐到富帮主的位置上 如何能平庸 富帮主的地位仅次于帮主 比六大长老还要高 马大元起到的就是一个润滑剂的作用 大力真男王段正传号称秦圣 那么多的女人都愿意为了他去死 而唯一例外的就是康明 康明可是要真的杀了段正纯的 而且差一点就成功了 要知道 天龙八部可是一个高五时代 几乎所有能留下名字的人物 都会武功 而且 会不会武功之间差距极大 就算是武功稍有小成的老弱之人 也可以随便杀不会武功的壮汉 所以 康明这种完全不会武功的女人 要想在这个武侠世界城市 可谓极为困难 所以 康明作为一个有野心的女人 要想有所成就 除了利用自己的美貌 就是平衡各方面的关系和势力 康明不仅是大力真男王的情妇 还和白世镜 全官清 徐长老三人勾勾搭搭 这三人自然是酒色之徒 但是他们为了康明出力 难道只是为了康明的姿色和身体吗 说起来 他们不仅是该帮的高层 就算是在整个江湖上 也是有一号的人物 地位起码不次于断正纯 不可能都集体精虫上脑 为了一个少富人妻就冒生命危险 说起来 他们本身就想推翻乔峰 扶持一个弱势的帮助 这样他们才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 所以 他们和康明就是合作关系 康明那么迫切地想得到乔峰 其实是为了挟持乔峰 或者在乔峰身上找到突破口 乔峰身份是其单人这一点 在中原武林可谓是重磅炸弹 一旦抛出来太多人可以获益了 包括丐帮高层 中原各大门派 唯恐江湖不乱的邪恶势力 所以 康明一定要得到乔峰 只是这个问题最直接的一面 而康明也愿意这样对乔峰表达 从而让对方容易理解 实际上 康明的终极目的是要得到更大的权势和地位 想必这一点 只有成年之后方能看懂吧 康明是天龙八部中 段正纯众多女人里面的一个 同时也是该帮富邦主马大元之妻 她的长相非常妖娆 极具诱惑 特别是影视版《天龙八部》里面 雪梨 张欣宇饰演的康明 都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乔峰虽然身世世气单人 然而自从被乔三华夫妇收养 以及汪剑通等人尽心尽力培养 已经对大宋有着强烈的归属感 也是该帮多年难得一见的人才 所以汪剑通才让乔峰继承该帮之位 有一句话说得好 您得罪小人 莫得罪女子 乔峰就是得罪了康明 使得人生从此迈向黑暗 康明引诱乔峰不成 偶然机会发现乔峰绅士 于是暗自拉拢盖帮众人 准备推翻乔峰帮主之位 而盖帮之中 权官倾地位一般 却是最容易拉拢的 反倒是白是尽 此人在帮中威望甚高 而且一直承蒙乔峰信任 康明能够将乔峰拉下马 白是尽绝对是核心人物 白是尽此人 在盖帮中掌管刑法令 许多盖帮弟子对其心生畏惧 再加上其给人一副貌似 争执无阿的样子 而且天龙八部原文说过 白是尽老婆死去二十年 白是尽也不染女色 可是没想到 似白是尽这般人物 也没有抵挡得 朱康明的诱惑 从此彻底自耗人行列 变成了坏人 其实乔峰对白是尽相当信任 纵然盖帮之中全力更迭 白是尽也参与其中 可是在庄俱贤一意上 乔峰面对重敌围攻之事 选择把阿柱交给了 白是尽照顾 可见其态度 纵观天龙八部 白是尽和全官卿 还是不一样的 全官卿是彻头彻尾小人 白是尽这个人 属于中途变坏 又不贪钱 又不贪权 从老婆死了二十年 不沾染女色来看 还算是有情有义 怎奈何 康明实在太过漂亮 白是尽没能控制自己欲望 一失足成千古恨 从此越走越远 在盖帮之中 别说白是尽 纵然八十七岁 徐长老都喜欢康明 新秀版天龙八部中 徐长老之所以一直咬着乔峰不放 就是因为贪恋康明 后来徐长老与白是竞争风吃醋 互相残杀而死 康明为何一先要治乔峰死地 说白了就是乔峰没正眼看他 康明觉得受到了轻视 实则你说康明美吗 乔峰也是男子见了他岂能不心动 看一段原文 他平生见过的人哲实不少 虽与女子交往不多 却也真想不到 世上竟会有如此艳媚入骨的女子 萧峰心中诧异 脸上却也不由自主红了 乔峰和康明这就和武松见了潘金莲 虽然喜欢但是要恪守礼分 就像《诗经》里面说的 发乎于情 只乎于礼业 康明虽美 毕竟已经是马大远的妻子 纵然乔峰心动 但是绝不会坐于礼之时 白是竞就是典型的例子 行差将错 没能和乔峰一样惊得住诱惑 所以最终下场凄惨 好好的做你该帮刑罚长老不相马 医生都参补透的这道难题是什么 是色相 没错 天龙八部这部书讲的就是色相 色相才是天龙八部的深意 所谓色相也就是皮相 表面上看好似那么回事 其实往往都并非如此 像丁春秋看起来先锋道骨 好像是外高人一般 但其实是虚实中的俗人俗物 阿子看起来是天真貌美的小姑娘 但其实玩泪至极包藏祸心 四大恶人第三的南海恶神 被称为凶神恶煞 但其实一点都不饿 反倒有点可爱 看起来闻武双全潇洒俊逸的慕容妇 其实是毫无风范的阴谋家野心家 大伦明王揪魔智呢 看起来宝箱庄严 慈悲为怀 但却一点也不明智 毫无出家人的做派 到处耀武扬威 看起来楚楚可怜心如港目的双腹康敏 其实是谋杀亲父的凶手 看起来大义领人 执法严明 处处维护乔凤的该帮执法长老白 是静静一肚子难道拟昌与康敏通奸 并且和谋杀死兄长马大元 少林寺选此方丈更是看起来 道貌黯然得高望重 却没想到年轻时也曾犯下大错 诸下碾音 最终也收下业果 敢于承担 选此方丈依然受人尊重 更有甚至天山童老外表看起来只有八九岁 讲起话来缺微言和和 因为他其实已经八九十岁了 红颜谈指老 刹那芳华 人生如梦 如梦似幻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色相 但是在色相之下 自己又是什么样呢 估计只有自己知道 这 cha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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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